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Sneaker Highway 繼續有我開箱文為大家,聲音導航 那今天呢,就還有一件皮褲 型不型啊?大家猜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要扮一個很fashion的人,很有時尚感的人 沒錯,我是扮著韋斯布魯克 韋斯布魯克一向就是一個fashion guy 是很喜歡去芭蕾,去看時裝show 甚至自己走到cat rock 那所以呢,他都出了一雙簽名鞋,非常時尚 也是今年才出的 2018的重頭戲,Rethwood的簽名鞋 Why Not Zero One 本來Nike老闆說了2019出的 就不知為什麼變成今年出 而且呢,都挺帥的,可以說是今年最注目的簽名鞋 為什麼說他帥呢?是因為他跟普通一雙鞋 是很大分別的 甚至都覺得這雙是鞋還是鞋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先說一雙鞋 首先,箱子,開箱文一定要開箱的 箱子其實我是有一點微言的,為什麼呢? 是很普通 基本上跟普通的Jordan的Rachel鞋 是沒有分別的 那其次呢,你看一下 就這樣隨便印個LOGO下去 WR,那就是一個箱 所以這個箱是不合格,沒有設計 那這個版本是什麼版本呢? 是亞洲版本 亞洲版本跟這個美國版本有什麼分別呢? 待會跟你說 看看這張紙,這張紙也有這個Rethwood的LOGO 那Rethwood的中文列名就叫做韋斯布魯克 或者韋斯布魯克 隨便大家怎麼叫都可以 大家知道是什麼就OK了 那這個呢,就是他第一個會出的配色 就是MIRROR IMAGE 那為什麼會叫MIRROR IMAGE呢? 其實是因為Jordan就說過 嘩,韋斯布魯克,你真是好像當年的我 嘩,對方那麼快都不拿著 還要長分三箱 那基本上是單人carry來的 他是牙縮來的 如果玩LOL的話 韋斯布魯克不是忍者龜 是牙縮來的 是可以一打五,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老實說 Jordan當年對波動很厲害 怎麼跟加坎 那其實韋斯布魯克厲害 有什麼厲害呢? 就是上年拿到NVP 長軍是三箱的 那今年因為把球權 分配了給Camelo和Paul George 所以分數就不太好 亦都拿不到這個All-Star的Starter 但是無損他的聲味 就是一個Fashion Guy的瘋狂入樽 這個就是他的簽名鞋 這裡有一個Logo 就是魔術貼 很多人都問 這塊東西動不動到呢? 我跟你說是動不動的 那怎麼綁鞋帶呢? 對了 就要靠這個好像Jordan六的鞋扣 那鞋帶在哪裏呢? 其實鞋帶笑了 鞋帶這樣穿著這裡 然後綁在鞋子上面 綁在鞋子上 然後再加上這個扣 再一下子拿過來 於是就綁好鞋帶了 實不實正呢? 我跟你說 實得阿媽 比普通鞋更實正 很難拿 所以這雙鞋的包紮感 我試過是絕對一流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雙鞋其實是行Zoom 但是 我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Zoom感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厚度的問題 如果你說想有Zoom感的話 我建議你買回Kobe 這雙呢 是有一點點硬的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被EDIUS的Boost更壞了 但是你說 舒不舒服呢? 是很舒服 第一 包紮感 非常之好 第二點 腳弓成膛 對 我有一點點心中的 那 講完這個 韋斯布魯克的一個簽名鞋 那 就同場有家營 其實是 發售期都幾近的 就是這個 韋斯布魯克的Jordan 32 PE 不算很限量 但是 因為之前不知道會出簽名鞋 知道我不買 還不知道 我多喜歡它 所以捧一捧它 買一對 這對都出得不頗美的 是鞋子挺漂亮 但是那個 PE的風味 就 不太重 只是鞋底捨著了 Why not 然後就好了 對啊 雷霆配色 藍色、橙色 是跟普通的32代 分別不太大 那有時候 哎呀 對鞋出得不好 那通常那些人 都會在盒子上 大做文章 就好像李寧那些盒子 還有一個對鞋 就是這樣 就看到包裝已經上了 但是呢 我想跟你說 這一對是沒有的 你看 一個 普通到極點的 Jordan 32 鞋盒 對 甚至呢 連Ylock都沒有寫下去 對 所以整件事都覺得 挺無奈的 不要緊 它出了簽名鞋 也都覺得 是很開心的 剛剛跟大家說過 有亞洲版和美國版 亞洲版 就因為考慮到 亞洲的籃球場 多數都是比較 街場 所謂的 dusty court 所以 就會用到這個 SDR底 是一種非常之內目 但是 不會透明的物料 但是如果 美國那邊的話 就會用到這個 水晶底 當然那個感覺 就比較 漂亮一點 而且是 沒有那麼容易 是容易黏層一點的 但是因為打室內場 其實是OK的 爪地力 但是如果 真的要打到 怎樣說好 很多層 那些街場 當然是用這個底好一點 第一 內磨 可能即使是水泥地 都可以磨三四五年 因為這隻底 真的硬到不得了 我之前買過一對 是CP-310 是用這隻底 打到現在好像沒有人 真的好誇張 所以其實 我也覺得 這雙鞋雖然 漂亮 但是你不可以說 它沒有實際 不要說它漂亮 會不會很難穿 會不會 不舒服 其實這雙鞋 是 美貌與智慧並重 好像香港小姐一樣 好像是 你明白我說什麼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你會喜歡 一對 這樣Fashion的鞋 多謝了 拜拜